庫存太多是一定的 只是一般廠商 其實沒有那麼擔心庫存 廠商擔心庫存的時候 是賣不動的時候 才會擔心庫存 所以一般來講 就是他們只要能夠持續去化 他們的貨 那他們會覺得庫存 就算高一點也無所謂 但是最近市場會比較有擔心的地方 是的確發現不只是庫存高 是中端根本賣不動 你現在貨跑不動了 所以在中端跑不動的時候 你的庫存天數就會顯著的拉伸 因為他是處於你的銷售狀況 所以像剛剛提到三星 比如說他什麼砍到 什麼五千萬支手機庫存之類的 一般來說 我們知道三星的手機 一年出貨量 大概是在兩億七千萬支 到三億支之間 最高是有三億支左右 所以你兩千多萬支的庫存 如果是正常水準 其實就一個月 就賣完了 準備一個月的庫存 他不是很多 那現在你說變成五千萬支好了 就是多了一個月 兩個月的庫存 好像很誇張 但也沒有那麼誇張 其實就多了一個月的庫存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 有些市場會傳說 他有半年的庫存 是因為剛剛你提到了 他最近出貨量砍了一半 只剩下一千萬 所以你忽然之間 五千萬的庫存說 有半年 但是以正常來講 其實大概就是兩個月 三個月之後的庫存 就是他的確有偏高 但是也沒有高到那麼的可怕 是 那但是的確 目前看到三星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庫存 的確是到了一個 可能需要注意的水準 就是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庫存金額 其實已經到了一個 算是歷史新高的一個水準 那庫存金額到新高之外出 這是今年第一季的數字 因為第二季還沒公佈 第二季要到七月 那我們可以顯而易見的 其實第二季庫存一定更高 因為市場的銷售趨緩 是第二季才顯著發生的 而且第二季的季初 大家都還在全產能量產 不管是半導體 各種產品 都還在全產能量產 所以現在看著狀況是到了第二季 你的金額會創新高 但是業績不好 所以你的天數 就會從上面這個九十天 可能直接噴到一百二十天之類的 因為你的業績衰退 是 金額增加 所以兩個都有影響 那當然這就代表 他需要做一些庫存的調整 而且我覺得他們這次 會有這麼大動作 是在聯準會的會議之後 那聯準會會議 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訊息 就是我已經不在乎 經濟會不會衰退了 我就是要把通膨壓下來 壓通膨已經變成了唯一的人物 不惜一切代價要做的事情 所以甚至像Paul Weill都講了 就是超過二點五趴以上的 這個Fight Fund Rate 其實就是一般來講 是一個緊縮的一個徵兆 代表經濟要開始衰退 那他也說短期之內 Fight Fund Rate 一定就會拉到二點五趴以上的水準 那代表下半年經濟是衰退的 在原本現在因為俄烏 戰爭市場就充滿不確定性的狀況下 那聯準會有給了這麼明確的信息 所以其實這些廠商開始對下半年的需求 都有比較保守的看法 那於是他們就開始做了一些調整的動作 那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看到一個比較 就是三星會有這樣的一個動作的一個狀況 對 那其實三星 我們看到了這次的媒體大標題 就是說史上投一招 然後嚇死寶寶了 對不對 但其實投資長很早就告訴大家說 三星其實不是第一回幹這種事 對不對 其實就我們 當然他也不常幹這種事情 那但是就我們目前來講 比較有一個有趣 我們拿來講的點是說 他上一次做這件事情 就我們的印象 大概就是二零零八年的六月 那就是 那大概知道二零零八年六月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情 金融海嘯 那所以你可以說他在那時候 當然就是有一些徵兆市場的需求 下半年可能忘記不忘等等的 其實二零零八年的上半 就有一些這樣的徵兆 那到了下半 當然最後就是的確 黎門事件等等就發生了 所以意思是說 三星其實看得蠻準的 因為他們其實對終端市場的掌握 我相信是蠻準的 因為他們什麼都賣 他不只是賣手機 也不只是賣電視 其實他還賣了很多家電 什麼冰箱冷氣 各種各樣的民生消費品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蠻 蠻廣泛的一個國際性的大品牌 那特別他在中國 他現在市占率比較低 但是他在美國歐洲 都算是有一定的滲透率 所以我覺得他判斷這些地方的景氣 相對上來講是準的 那特別是他在歐洲 其實做得很不錯 三星在美國 當然有一些比如說手機支持 Apple之類的 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在歐洲比較沒有這麼明顯 所以他三星在歐洲的市占率相對很高 那這次俄烏戰爭影響最大 其實就是歐洲 那特別是我們都說 像比如說不管俄羅斯 或東歐這些市場 其實占全球的電視銷售 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大概有個五趴六趴以上 可能俄羅斯本身占四趴 其他加一加五六趴 那忽然這六趴的需求急劇的下滑 趨近於零 其實對很多零組件 可能就變成功果欲求 比如說像面板這種很容易 就忽然oversupply的一個行業 那所以他電視等等銷售 忽然就全部減換了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有看到一些 徵兆特別 maybe是歐洲 就是有一個需求 有明顯下滑的現象 那美國又這麼明確的告訴你 他下班你要做一個緊縮的動作 那於是他就開始做了一個 比較保守的庫存調整的一個政策 是 那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說 三星是目前這個電子業 看起來第一家這麼激進的 說我要停止整個供應鏈拉貨 大概可能 maybe一個半月 到兩個月到七月底左右 這樣的一個公司 那會不會有下一個follow 對 這個就不知道 他是第一個 但很可能不是最後一個 那董事長 你有記得上一回跟進 三星的有哪些其他廠商嗎 說實在的 就直接那麼明顯跟進的不多 那大家都是到了八九月初四之後 才跟進 就跟著趕快砍單了 七八月就忽然急劇的 跟進的其實沒那麼明顯 那大家如果記得 當然就九月立面初四 那景氣忽然之間大速快速下滑 然後到十月十一月 才忽然急速的幾棟 那所有的廠商開始在砍單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個二零零八年的十二月 從一號到三號 半導體的三家龍頭 台積電 聯發科 日月光 一天一家調降裁測 那我們知道台積電是非常難調降裁測的公司 因為他的 一般來講 他客人下了訂單 他生產出來至少要三個月 所以他在未來三個月的掌握度是極高 他裁測通常不會去動的 那但是二零零八年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客戶寧願賠款或是怎麼樣 都跟你說我東西就是不要了 那你就先給我後租不生產 所以他會產能利用率 忽然掉到四十趴 如果大家還記得 那所以當然現在不代表說景氣 一定會那麼糟 那只是說他的確有一些徵兆 但是會不會很快就有下一家Follow 這個比較難說 有可能是真的出問題 大家才Follow 是 那這投資長 我還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看到三星這麼做了 那剛剛其實投資長 已經跟大家解釋了說 三星他是加大業大法 他有非常多的一些業種 所以他可能對於終端市場 這個消費市場 他的敏感度非常高 那現在到底這個企業的庫存 那像現在他這樣直接就告訴你說 我不拉貨了 到底對於企業來講 整體市場來講 他的衝擊大概在哪裡 基本上比如說 對他的很多上游供應商 他當然我們就講 他三星最大兩塊 一個是電視 一個是這個手機 那他有很明確的告訴你說 大部分的零件 不管是半導體 或是什麼被動元件 或什麼PCB 任何東西 他可能都暫停採購 那於是乎對於上游來講 我就忽然接到這麼一個 暫停的一個動作 那這些公司 他們自己也有他們自己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就用IC來舉例好了 這是半導體的一個庫存狀況 是 那這個一樣是全球這些 主要的半導體廠商的一個庫存 那我們一樣看到目前是在一個歷史高點的水準 而且這是今年第一季 那第二季公布的時候一定會更高 因為跳上去 因為臺積電根本沒有減產 我們的臺積電 連電現在都是蠻窄的 所以IC廠商的業績在下滑了 但是我的上游 源源不絕的有晶片過來 所以代表我到第二季底的時候 庫存一定是更高的 那現在可預見的未來到第三季 都還是可能更高 因為截至現在 我們知道到臺積電 目前七八月收的單 也都還是差不多滿的 開始有一點鬆動 但還是滿的 所以這個大概率是一個 連續兩個quarter 庫存大部分會上來的狀況 那當然從擔心庫存的時候 你要擔心廠商手上爆滿庫存 還是說現金夠不夠 那IC設計公司還好 IC設計的inventory 除以cash還不高 因為大部分的IC設計公司 是滿手現金的 但是其他的行業 你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看到 另外這兩個行業 就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這邊是所謂的半導體的代理商 又是什麼大連大 然後或是國外什麼 AeroF內這些公司 那一樣這些代理商 現在滿手庫存 滿手庫存之外 更看到下面的是inventory除以cash 現在其實已經到了快四倍 那是什麼意思 下面就是我的存貨是現金的四倍 就是我手上都是貨了 我已經沒有現金了 我買不動了 我沒辦法買了 所以基本上就變成說 我如果接下來我的貨賣不掉 表示因為下游現在不出貨了 對 那如果暫停拉貨 我手上滿手的庫存 那我換不了現金 換不了現金 我日常生活的maintainance 這些事情還是要做 我還是固定 可能上游有一些東西 要我給人工薪水等等 那如果我是這樣的老闆的話 那我可能要開始裁員之類的 對 或者是我可能要改換 跟銀行借錢 這些事情可能都要做 是 那要不然的話 他就沒有足夠的現金 去做維持他的運作 所以代理商本來就是一個 現金很緊的行業 那現在這個狀況 他們的現金 可能就變得更緊了 一點 那左邊這個是 剛剛有提到的PC廠商 那其實就是我們整理 就是ASA 素斯 Nanovo 然後HPDEL 這五大廠商的庫存狀況 那顯而易見的庫存 也是歷史性高 那同時一樣下面 就是inventory跟cash的比例 也是飆到了一個近年來的高點 一樣就代表他們手上的現金 是開始水位慢慢不夠了 那都壓在這個貨上面 所以為什麼說 大家擔心的不是庫存 本身的問題 而是這個這個銷售不好的問題 因為我賣不動 我就不能換現金回來 換不了現金回來 公司可能就會出問題了 對 所以這個是目前我們在觀察說 這個事件會不會 假設下半年景氣真的不好 會不會開始演變成一些公司的財務 出問題 那從現金流來看 這個會是需要關注的地方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投資長的是 那整體來講 我們看到這庫存問題 是不是目前你看到這個電子業 最大的危機 剛剛講的電子業最大危機 不算是庫存的 是賣不動 市場需求不見了 是賣不動的問題 所以那你的確你也認同 現在可能接下來就是慢慢 如果真的所謂 這個景氣沒有那麼好 然後經濟要開始衰退的話 那所謂的一些消費市場 真的都會開始進入寒冬 是的 所以你也這麼認為 聽起來好可怕